中共出兵台灣必死無疑 黃有群,栗戰書到底是否臥底? 李克強洩中共秘密,政府和富豪都洪荒 中國經濟學家遇因錢2萬億生蛙 網,鳥母窩能下彈嗎? 台灣舉行軍事演習,震懾中共潛在入侵 日前,中共海協會副會長孫雅夫在接受專訪時說道 中國綜合能力越來越接近美國 但達不到整個改變台海力量對比的狀態 台海形勢,基本格局,不會發生根本變化 值得注意的是,孫雅夫也指出 兩岸戰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台海緊張局勢持續升級 外界認為,中共沒有認識到美國真正的強大實力 如果真是冒險出兵台灣 或者擦槍走火,爆發衝突 必定如死亡破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所副教授陳志傑曾指出 中共雖然屢次強調時間表站在中國這邊 但是,他認為如果中共真是能夠打 今天就打了 豈不會等待 因為打下台灣,習近平就建立萬勢工業 但共軍現在武裝力量不達標 更關鍵的是,他無法完全阻止美國協助台灣 台灣學者沈八陽分析 中共要吞併台灣 但目前只能以資訊戰方式來破壞台灣民主制度 現在已經是準戰爭狀態 另外,中共還進行外交封島 派軍機擾台 而民主軟實力和捍衛民主自由的決心 都不用忽視的台灣需小 他牽動全球戰略變局 美國不可能助視台灣被中共踐踏 否則失去的不只是印太地區的領袖地位 美利堅秩序更將在全球終結 據悉,去年8月 美國獨立智庫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 公布民調顯示 如果中共侵台 過半蘇美國人贊成美軍協防台灣 美國民國也大都持相似立場 有分析認為 台海如果開戰 美國擁有遍佈全球的正式同盟關係網絡 包括四方安全對話 和AUKUS勝算更大 美中目前正進行一場 具有道德意義和目的的鬥爭 至於正在佈上納稅德國後塵的中共政權 是絕對無法勝過美國的 2022年一開年 中共政治局常委第三把交椅律戰書就傳出狀況 12月31日 律戰書缺席政協新年查話會 網上盛傳律戰書因涉入女兒和女婿的貪腐案而被調查 還有傳言說 律戰書上位是曾慶紅將他安插到中央辦公廳主任這個位置上 現在習近平已經做低了他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為建行贊稿人黃有群博士認為 律戰書一直沒有露面 很可能是身體出狀況 正在養病 如果只是貪腐問題 習近平不可能查辦律戰書 習近平上台時 中共官場已經是幾乎無官不貪 習近平發動反腐打腐 針對的不單單是腐敗問題 習近平在查辦前中央軍委副主席郭北紅 徐才厚曾說過一句話 郭北紅徐才厚貪腐問題 嚇人聽聞 但這個還不是他們問題的要害 要害是他們觸犯了政治底線 郭北紅徐才厚被習當局稱為 網途獲取黨和國家權力的野心家陰謀家 這是重大政治問題 習近平絕對不可能容忍 黃有群博士認為 只要律戰書沒有觸犯政治底線 習近平不可能因貪腐問題將他做低 還有港媒放風稱律戰書 是曾慶紅安插在習近平身邊的人 一些評論認為這種觀點是嘩眾取寵 今年下半年將召開中共最高權力 再分配的二十大 習近平正全力謀求三連任 反習勢力正千方百計將習近平趕下台 早在中共十九大前 反習勢力就不斷造勢 離間習近平和王岐山的關係 到今日 王岐山已經被習近平邊緣化 而習近平的親信只有律戰書一個人 黃有群博士認為 上述關於律戰書的各種傳言 很可能是曾慶紅授意手下人馬 故意放出來的煙幕彈 目的是離間習近平和律戰書的關係 讓習近平對律戰書產生猜忌 懷疑 借習近平之手搞掉律戰書 令習近平成為孤家寡人 從而進一步迫虐習近平的勢力 阻止習近平在二十大三連任 中國總理李克強10日主持中共國務院常務會議 提及當前經濟運行處於趴波過襟的關口 還提出要推薦重大水利工程項目 採取義工代陣等方式 保證無業農民工有工作有收入 再度突顯中共經濟面臨的困境 中共官媒《人民日報》 在報導會議內容時 有意不提及上述言論 出自於李克強之口 而是用會議指出取代 評論員鍾元分析 以工代陣是中共對農村扶貧的一項說法 以勞動報酬取代直接救濟 這個突顯在大量農民工失業後 實際成為了貧窮人口 由於中共已經宣傳消滅了貧窮 不可能再承認中國有貧窮人口 估計現在是沒有錢救濟 李克強的話無疑是 突破了中國以脫貧的真相 據《金融時報》分析 中國已經進入慢速金融危機 一位不具名中共政府官員表示 即使政府對經濟狀況有所保證 但官方圈子的不安情緒卻在漫然增加 房地產低迷對地方政府財政和當地經濟造成巨大損失 矯正房市產業需付出巨大代價 報道指出 大的房地產公司迫使細的分包商和供應商 接受商業票據來代替現金支付 然後這些公司使用商業票據為自己的交易融資 如果大公司未能履行現金義務 恐出現違約連鎖效應引發金融危機 另外隨著中共提出共同呼籲政策 富豪們更是恐慌情緒爆棚 一場財產保衛戰正在上演 將財產轉移海外 被認為是最穩妥的方法 有人大肆購買藝術品作為將資金洗到海外的方式 中共高官及富豪還透過加密貨幣將錢匯出 近日中國經濟學家任澤平發表萬字長文 呼籲官方建立鼓勵生育基金 建議央行多印兩兆人民幣 用10年時間鼓勵社會多生5,000萬個小孩 來解決人口老齡化和小子化的問題 相關話題引發不少爭議 對此任澤平於10日又做出最新回應 1月10日清晨 東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的公眾號 《澤平宏觀》發表一篇名為 解決低生育的辦法找到了中國生育報告的文章 他說生小孩不要只望90後、00後 一定要抓住75至85年還能夠生的時間窗口 因為1975年至1985年出生的這批人 還有多子多福的生育觀念 而90後和00後不要說生二胎或三胎 很多人甚至連結婚都不願意 任澤平的這番言論發出後 引發民間熱議 隨後任澤平對印錢生蛙這個熱點進行了回應 他說印錢生蛙需要央行印鈔 但他不能從中國財政預算 因為現在疫情經濟下行壓力大 土地財政大幅下滑 政府、企業和家庭都沒有錢 至於央行怎樣要印2萬億人民幣 任澤平指出OECD國家鼓勵生育相關的家庭社會福利支出 佔GDP比重2%至3% 中國GDP有110萬億元 因此鼓勵生育基金應該是2萬億 注意是每年多印2萬億用於鼓勵生育 根據任澤平公布的問卷調查 13000人表示不願意生 其中有一半人選擇是因為養孩子成本太高 有四分之一的人選擇是房價太高 有六分之一的人選擇不想令下一代再做韭菜了 有網友表示 鳥無窩能夠生蛋嗎? 多印錢沒有影響 只會導致房價更高、生得更少 現在主要問題是很多人買不起樓、結不起婚 還有網友表示 幾搞笑 75後至85後這一代是中國第一批獨生子女 現在基本都要夫妻兩個人養4個老人 普遍有一至兩個小孩 背著一大堆房貸 再生累死了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 台軍日前在高雄舉行了漢戰演習 這是台灣陸軍、空軍和海軍為期三日的系列演習內容之一 並邀請來自台灣和國際媒體60多名記者做現場採訪 作為針對北京的強化震懾行動的一部分 城鎮戰演習表明 台灣在為最壞情況做準備 假如中共實現兩棲登陸 台灣將與中共士兵展開漢戰 在台灣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工作的孫立方上教對記者說 我們要老共再三思考 你有沒有那個決心 有沒有本事 斷一隻手或斷一隻腳 城市戰已經成為台灣軍隊訓練的一項關鍵內容 在相關演練中 幾十名全副武裝的士兵在一處模仿台灣街道的訓練場內 進行了20分鐘的模擬格鬥 訓練場以簡單的運營土建築物造成 懸掛珍珠奶茶店、銀行、藥店等招牌 高雄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參謀長何華興上教稱 以前的七彈槍精角度不足 但2019年以來採用了幾千萬美元的拾兵模擬接戰系統 大大提高了陸軍訓練質量 新系統將部槍空包彈和先進的遊戲擊光標籤一起使用 以模擬近距離戰鬥場景 通過在所有士兵的軍服中陷入多個感測器 可相對準確地模擬戰場傷亡情況 美國也使用這個系統 宣上教說 為中共的入侵進行訓練需要應對大量的不確定性 解放軍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就沒有打過仗 而台灣軍隊上一次經歷重大衝突 在50年代 其他六軍軍官說 除此之外 台灣複雜地形和人口囚密的城市 被訓練帶來了巨大挑戰 這些軍官說 軍隊計劃擴大城市作戰訓練計劃的範圍 包括在未來幾年擴大訓練設施 演習於上星期五結束 當時台灣海軍的兩艘自製軍艦 在北部港口基隆水域附近航行了一個小時 海軍人員展示了艦艦上容易抵禦中共入侵的水雷和反艦導彈 修後空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